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之间家喻户晓 它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二十年间这部剧红遍全国 这首歌传唱至今 它创造了无数的传奇 更是成为四代人的共同记忆 赵雅之饰演的白娘子古装扮相 惊艳脱俗 由陈美琪扮演的青蛇 俏皮可爱 而许仙的扮演者叶瞳 更是因在剧中女扮男装的精湛演技 成为一段佳话 三位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 再难超越 我们贫水相合 不断打搅 哦 小声不敢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 可谁曾想 二十年前这一别 竟是要成为三人同胎的音品绝唱 有请叶童陈美琪为我们带来 《斗琴》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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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美琴 三月甜美 春雨如酒 流露眼泪 有愿甜蜜来笑话 无愿对面手难牵 十年修的红传度 百年修的红枕面 若是千呀年呀有造化 白手同心在眼前 若是千呀年呀有造化 白手同心在眼前 吾反戀 巴掌 语声 汪和声 让我们掌声有请 赵雅芝 大家新年好 舍年大团圆 新年好 新年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好 大家好 让我们要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小青的饰演者陈美琪 许仙的饰演者 叶童 大家好 以及白娘组的饰演者 赵雅芝 大家心里好 来一一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拜个年 我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我祝福大家金金神神 活活活活活 健康快乐 我祝愿大家天天开心 温馨圆满 好棒的祝福啊 三位有多久没有相聚在一块了 其实我们二十年来是第一次三个日期站在台上 1992年新白娘子传奇首播到现在刚好整整二十年 为什么在江苏卫视的春晚上重逢 据我记得我们在内地取景的大部分都在南京 我们在南京待的时间最长 所以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最深刻 青蛇很贴心对不对 青蛇妹妹呢今天好像知道这个姐姐跟姐夫来到了现场 我送给他们一个一份意外的惊喜 很费心哦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到底送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呢 一起来看一下 1月25日 就是当年我们拍的地方 就是这个石洞了 我找到了 这个地方嘛就是当年我是法术的地方 当时啊 当时啊 这里就是有一个骷髅了 我就一转身 就把那个骷髅变成一张凳子 那种感觉好像好像是昨天一样 叶恋恋不舍地逛完了白府 陈美琪又赶紧出发 奔往下一个地点 我来到金明寺了 这里是同活殿 这里就是雷锋塔 姐姐 希望来看你了 到外面去看看 哇 原来从这里看出去 南京的风景真美呀 这棵树还跟当年一样都没改变 好 今天我先来这里看看 不知道姐姐跟许湘公 还记不记得起当年的情况 有机会我再带他们两个 我们三个人就地重游 又问一下这个白蛇姐姐 还有许仙公子 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没想到你会特别到那边 然后就是为了介绍 给我们记得去那个地方 很多戏就是那个感情啊 或者什么都是在这塔里面 隐藏了这么多年嘛 所以看见特别感觉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是夏天 天气特别的热 我特别记得我们就在那个塔下面吃冰棍 对 我特别有印象 因为她记得很清楚 那一箱冰棍是她请客的 好 吃完了一箱 然后我们好像还想再吃 她还叫人再去买 你看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吃冰棍的照片 因为美好的回忆就是可以留着很久 我觉得是大家注意看右边没有 就是你们觉得哇 美到不行的白娘子 原来她穿变装的时候 天气奇怪的 那你们三个人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彼此说的 觉得那个彼此之间有什么样大的改变吗 在画中间刚才大家的弄好就就 就在大家聊嘛 就感觉好像都在昨天的事情 那么以前的感情还是一直一直到今天 这个戏呢真的是播过了无数遍 也伸直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头 今天见到三位在一起呢 不知道说那种心里面的兴奋跟感动是不可言喻的 我觉得观众很长期 这么多年都还记住我们 谢谢你们 这也是因为你们演得太好了 最成功的角色就是深入人心 其实我觉得刚才呢 三位主演在讲到了他们对观众的感恩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人是需要所有的观众一起 在二十年后向他们说一声感谢的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两位 新白娘子传奇小晴跟许仙的官方配音演员 两位 两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啦 因为你们的声音都好多年了 祝大家 蛇年 蛇行天下 世事如意 八大财 哇 谢谢 谢谢 许仙公子吗你 大家好 我今天呢是来看小晴本人也要看看我的姐姐 还有许仙公子 好开心哦 大家好 哎 我觉得好不容易我们把两位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段远景重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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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祝大家在舌年里面身体健康 那么我许仙也祝大家许仙大运 厅 小晴我呢在这里要祝福所有所有的朋友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很幸福身体都非常的健康哦 太棒了 哎呀 天哪 有默契 好好玩哦 哎呀 挺可爱 我觉得很难得 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演员 每一部戏都会有如此经典的 可以聚首的辉煌时刻 但是呢 这个白蛇的配音呢 是 他因为好像不干这一行了 但他特别呢 要请我们来代表 跟白娘子问好 对对对 他也非常感谢你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哎 今天没能见到替我配音那位老师 我觉得有一些遗憾 那么我在这里也要感谢你 那时候为我配那个音 让那个角色更加完美 其实呢 一部戏的成功不是光演员而已 而是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 所以我借这个智慧来谢谢 所有的官配 在拍的时候 两岸三地 所有的工作人员 祝大家身体健康也是万事如意吧 但是我要代表广大的电视粉丝们要说一个感想 不要让我们千年等一回 这么久才看到你们三个人相聚 今年是十二年 很开心呢 可以在江苏卫视的舞台上看到三位团聚 以后每一年都回来跟我们过年 每一年都回来跟我们过年轻的舞台上看到三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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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都回来跟我们过年轻的舞台上看到三位团聚